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对他们一定都不会陌生 没错 就是泡面 我们今天现场 应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泡面吧 这些呢 都是2020年 网路上数十泡面评比 前几名 这个我非常期待 因为有几个我自己吃过 有几个我是没吃过的 像这个啦 来看看 这个 这个分量非常的重 然后呢 它这个是小厨师的 菩提白果香菇 85块 你听到泡面85块 你会吓到 不知道它里面CP值高不高 隋元跟热浪岛这家餐厅合作 联名的泡面 慈濟的药膳风味香肌面 好 还有这个李仁的麻油当归冲泡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浓好蓬莱面 树香风味的 好 吃泡面 好 泡起来 15块的泡面 它是浓好蓬莱米做的 它是算粗的耶 热腾腾的 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好香喔 觉得这个15块就是 你知道 月底可以吃菜 钱不够的时候 面的Q度刚刚好 它不会说太软烂 而且因为它是比较粗的面体 所以呢 它这样捞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汤里面的那些油脂啊 还有那些海带的鲜甜味 都有在里面 再碗而已 这就是百搭环 它虽然里面的蔬菜 没有放太多 但是你可以自己 再多加一些东西进去 15块很值得 CP值超高的耶 好幸福 好 下一碗 这个好豪华喔 现在要吃的是85块的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非常的丰盛 这个 白果 这个是高级食材耶 它这个真的都是真材实料耶 豆皮 花生 这是菇类吗 吃看看好了 等一下 我要再嚼一下 刚刚这个有点鲜 而且刚刚说的是15块 可以月底吃 这85块 月初吃啊 要吃泡面 也要吃好一点的 对不对 要吃好吃的 而且你看看这个面体 比刚刚的再粗一些 沾满所有的汤汁 跟这些香菇的香味 好 直接来吃一口 哇 它的面体也是很Q的 但是 但刚刚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刚刚15块的那一碗呢 它是比较是有海带的鲜甜味 这一碗呢 满满的香菇的香气 它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偏重了一些 所以吃这碗泡面 你不会怕说太清淡啊 或者是觉得素食泡面 好像就是一般般这样 它其实味道也是很够的 它的咸度也很够 下一杯 喜欢中药风味的朋友们呢 告诉大家 这一碗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慈忌药膳风味香菇面 看看 香到连猫咪都来了 这一碗呢 它是蒸煮面 所以然后它的面条呢 又是比较细的喔 来 来看一下 比较细的面 好香喔 大家有没有闻到这个药膳味 嗨 闻到了吧 用眼睛闻 它的枸杞里面也放了很多 它里面有很多的枸杞味 然后那个药膳味道呢 真的是很香 它虽然是细面 但是还是有带Q度 虽然是泡面 但是因为它是药膳口味的 你会觉得 我好像吃得很健康 自认为 来 下一碗 李仁的麻油当归 麻油当归听起来 就也是非常健康 也是那种药膳味的 来吃看看 它这个加了山药粉的面 有什么不一样 哦 这个麻油味很香耶 这个面体是我今天吃过最好吃的 到目前为止 面体本身里面在嚼的时候有那个嚼劲在 而且它这个麻油味啊 好香啊 但是它的咸味啊 也是调整得刚刚好 不会说过咸 很推耶 烫 好吃 再来下一碗 最后一碗泡面 耶 泡好的 隋缘跟热浪岛合作的 辣沙拌面 拌拌 它这个 感觉是有辣度的 我觉得这只猫很懂吃耶 它一闻到香了就来了 是不是很香 闻起来就有满满的那个野奶味 好吃 而且我觉得它的咸度也调得刚刚好 好耶 南洋风味 所以你吃一口你就觉得 哇 我可以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感觉 满足了 今天吃了这么多泡面 我最喜欢 当然就是这个拌面 我觉得这个拌面因为它有那种不同风味的感觉 然后它的面体本身也是很Q弹 可以沾满所有的酱汁 所以这个味道也是很够 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款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药膳口味的 我也是非常推荐这个 麻油当归跟香肌面 它们两个呢 我个人觉得我喜欢的是香肌面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归面的面体啊 大家一定要去试看看 它的面体真的是Q度 跟其他的泡面吃起来的Q度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两款买起来 然后自己在家里做一些调整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这个旁边呢就是 月初可以吃丰盛一点 月底可以就是你知道 简易一点 然后自己在家了 所以我觉得这五款真的都很推 它就是有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口味 你的心里有没有现在很想吃哪一款呢 我觉得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喜好 挑一款来买起来吃 大家好 我是拉蒂法 为大家带来健康美味的中东家常菜 今天我们要介绍中东的经典汤品 红扁豆汤 红扁豆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它有很高的植物性蛋白质 膳食纤维 只要吃一点点红扁豆 就可以很容易的感到饱足 干燥的红扁豆很容易保存 价格又便宜 所以在中东地区 红扁豆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储备粮食 在中东寒冷的冬天 有时候下着雪 这时候在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红扁豆汤 你喝着红扁豆汤 配着面包 又开胃又软心 这就是中东地区的经典汤品 一份三到四人份的红扁豆汤 需要下列的食材 250克的红扁豆 大的洋葱半个 去皮番茄一罐 一公升的水 一些些薄荷叶 柠檬一个 薄荷叶还有柠檬汁是强力推荐的食材 如果手边有的话 加入红扁豆汤 风味会立刻突破天际 接着调味料 这道汤我们需要一大匙自然粉 三大匙红椒粉 适量的黑胡椒粉与盐 还有少许干燥的百里香叶 红扁豆汤的做法 先把红扁豆冲洗之后 加水浸泡半个小时以上 接着把洋葱去皮切碎 开中大火热锅 加一大匙橄榄油 炒洋葱 洋葱炒到透明之后 倒入一罐去皮番茄 黏罐子类的番茄汁一起 用木铲边搅拌 银压碎番茄 接着放入瀝干水分的红扁豆 也用木铲拌匀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加入滋然粉与红椒粉 然后倒一公升的水 倒入锅子里面 火转大加热 一直到汤沸腾冒泡泡之后 转小火 这个时候 汤料全部煮熟了 以食物调理棒 将汤汁还有食材打成浓汤 起锅之前 记得撒上盐 胡椒以及百里香叶 如果有薄荷叶还有柠檬汁 就在这个时候加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 就这样子 沾着面包吃 或者如果今天你习惯的话 配着饭吃也是完全可以的 口感温和 营养价值高 你绝对不能错过